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朱镖的出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愿望 在南京工程的硝烟中 朱元璋接到朱镖降生的消息 他的喜悦溢于言表 在那个不眠之夜 他在山石上刻下了不患无似的宣言 仿佛在告诉世人 朱镖的诞生就是命运的选择 朱镖作为马皇后的长子 享有父王无尽的疼爱 朱元璋自封吴王时 便立朱镖为世子 用心良苦地培养他 成为未来的君王 朱镖的成长历程 充满了父王的期待和教导 他被寄予了 重振明朝辉煌的希望 他不仅聪明而且仁义 这一点 从他调解兄弟间的矛盾中 便可见一般 朱元璋的次子朱镖 与朱镖同母而生 但两人的性格 却是截然不同 朱镖形式残暴 其罪行甚至令朱元璋愤怒至极 曾斥责他如同禽兽 相比之下 朱镖则显得更为温文尔雅 他的温和和儒雅 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爱戴 一次 朱镖在京城大肆图路 毫无理由地处 绝了数十名无辜百姓 他冷酷无情的行为 震惊了朝廷 消息迅速传至朱元璋儿中 愤怒的皇帝 命令将朱镖拘捕 打算严惩 这位失控的儿子 朱镖得知此事后 心怀悲痛 决定亲自求情 他跪在朱元璋面前 恳气地说道 父皇 爽兄虽有过错 但终是皇家血脉 望您能开恩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朱元璋面露怒涩 回答道 爽此行为残忍无度 难道还不足以定罪吗 朱镖坚持劝解 父皇 人皆有过 何况爽兄年轻轻狂 若能仁慈相待 或许他日可改恶向善 经过朱镖的一番劝解 朱元璋最终决定 不对朱爽处以极刑 但仍旧将他贬为庶民 并永远流放 他到边疆 朱镖的智慧和仁慈 以及他对家族和国家的责任感 在这次事件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朱镖担任太子 长达25年 朱元璋的统治下 朝廷气氛紧张 权力斗争日趋激烈 朱元璋为巩固权力 不惜对朝臣 展开严酷的清洗 他的手段之狠 令整个朝廷都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 然而 在这肃杀的氛围中 太子朱镖的处境 却异常特殊 许多朝臣感到朱元璋的杀戒难以承受 开始暗中寻求依靠 他们看中了太子朱镖的地位和影响力 纷纷向他靠拢 希望在未来的权力变动中 站得先机 这种情况 理应引起朱元璋的警觉和猜疑 然而事实却出人意料 一次 朱元璋在御书房与朱镖谈及朝政 他深沉地说 太子 朝中风波不断 我需要你的协助 朱镖恭敬回答 父皇 我定当竭尽全力 辅佐您安定天下 朱元璋点头 微笑道 我信你 朝中之事 你大可参与 这段对话 不仅是对朱镖的信任 更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朱元璋把重大政务 交由朱镖处理 这在当时朝廷中是 极为罕见的 朱镖不仅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赢得了父皇的信任 更在朝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 朱镖帝太子妃 长玉春之女 不仅是他的爱妻 也是他政治上的坚强后盾 而蓝玉 作为太子妃的舅舅 自然成为了朱镖在朝中的重要支持者 蓝玉在朝中的行为 虽然嚣张跋扈 却也展现了对朱镖的绝对忠诚 朱元璋虽对蓝玉多有不满 但考虑到他与太子的紧密关系 屡次忍让 这反映了朱元璋对朱镖的特殊照顾 有一次 蓝玉因为政治斗争中的过激行为 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不满 朱元璋愤怒地对身边的大臣说 蓝玉此人 行事过于嚣张 必须加以约束 然而 当朱元璋准备对蓝玉采取行动时 朱镖得知此事后 亲自为蓝玉求情 他对朱元璋说 父皇 蓝玉虽有过错 但也有功于朝廷 望父皇海涵 朱元璋看着朱镖 沉阴片刻 最终决定放过蓝玉 他的这一决定 在朝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 朱镖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 非同寻常 即便在面对朝中的纷争 和太子妃家族的威胁时 朱元璋也始终保持着 对朱镖的特殊照顾 朱镖之死 对朱元璋来说 无疑是一场巨大的震撼 这位明朝的开国皇帝 曾经铁蟹果断 却在失去爱子的那一刻 彻底崩溃 朱元璋悲痛欲绝 他不仅追封朱镖为孝康皇帝 还决定为其举行一场空前盛大的葬礼 以示对这位心爱太子的深情 和国家对于未来的希望 葬礼的准备工作 浩大无比 朱元璋亲自监督每一项细节 首先 他下令建造了一个宏伟的陵园 这个陵园位于南京郊外 占地极广 周围种植了成千上万的松柏 以象征朱镖的高节和不屈 在葬礼那天 整个南京城被深深的哀悼笼罩 朝廷官员和百姓 无不身着丧服 脸上写满了悲痛 朱元璋亲自率领皇室成员和朝臣 沿着长长的道路 缓缓前往陵园 道路两旁 成千上万的百姓跪地致哀 空气中充满了沉重和悲伤 朱镖的官果 被安置在最为显眼的位置 四周由八匹骏马拉着的金汽马车围绕 朱元璋站在官果前 久久无法言语 他终于低声说道 彪儿 你是我的骄傲 国家的未来 随后 朱元璋下令开始举行祭祀仪式 天空仿佛也感受到了这一刻的沉痛 飘起了细雨 祭祀过程中 伴随着悠扬的乐曲 和庄严的礼炮 整个仪式达到了高潮 朱彪的葬礼 不仅是对一个爱子的哀悼 更是对一个有望成为伟大君主的 未来之梦的缅怀 朱彪的一生 不仅是明朝初期政治的一个缩影 也是一段感人的父子情深故事 朱彪如果没有早逝 历史可能会翻开另一篇章 有人说 朱彪的性格过于仁慈 可能不是朱棣的对手 但朱彪的人慈并非软弱 而是一种力量 他的智慧和决断力 或许足以平息一切盼烂的苗头 在朱棣的心中 也许永远不会有篡位的野心 因为他深知 朱彪所持的权威和民心 不是他所能轻易动摇的 假如朱彪还在世 朱元璋极有可能 不会在朝中 展开那场血腥的清洗 因为朱彪在朝中 已经拥有了坚实的根基 许多大臣对他忠心耿耿 这些人将成为他日后 稳坐皇位的重要支持 朱彪的人品和能力 使他得到了众兄弟的尊重 甚至连朱棣这样的强势藩王 在朱彪面前也不敢轻举妄动 朱彪的统治风格可能会更加温和而明智 他不会像朱允文那样激进地削减藩王的权力 反而可能采取更加和谐的政策 以维护朝廷的稳定 在朱彪的统治下 朝中大臣和藩王之间的矛盾 将得到有效的缓解 朱彪的智慧和稳重也意味着 朱棣可能不会被推到绝路上去反叛 即使朱彪过世后 他留下的稳定局面 也将为他的继承者朱允文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此时的朱允文将不再是一个被卷入兄弟纷争的年幼太子 而是一个在稳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合理继承人 朱彪的存在 不仅能够避免明朝历史上那场著名的靖南之役 还可能为明朝带来一个更加长久和平的时期 他的统治可能会成为明朝历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一段被后人称赞的盛世时期 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历史情景中 朱彪不仅是一位理想的皇帝 更是一位智慧的开路先锋 为明朝的未来铺设了坚实而平稳的道路 这段历史的变局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深远的影响 让人不禁对如果充满了遐想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